遭遇2017年华铁卢的王健林 凭借着坚毅性格以及壮士的那决心 终于逐渐将万达带出了困境 从2018年5月开始 关于万达的负面消息少很多 而从王健林及其独自动态来看 万达似乎是在逐步恢复元气 最近关于王健林的重要消息 即是8月13日 有媒体发现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信息 进行了更替 原董事林海 林寅王思聪母亲 王健林夫人退出董事会 便更后王健林的独子王思聪仍是董事 新增四个董事分别是高熙 肖黄贵 董建月 曲德军 其中这个曲德军就是王健林此前承认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给曲德军太多的钱 可曲德军却万达万达网科 导致万达网科裁员90% 那么一个万达的尊人 怎么又替代王健林夫人 进入万达董事局席位呢 同种 我们不难看出 王健林口中自己犯了错误的那个人 却是王健林实实在在的心腹 从林林退出董事会 有一种声音是王健林家族是不是要跑路了 这种说法有点传播谣言的性质 明白着的吗 独子王思聪这个大股东还在列湾打董事呢 不过也有人分析 王思聪仍在董事可能只是一个障眼网 前首富要班的资本运转 哪里那么容易让你看得明白 那么王健林到底在不属于一个怎么样的局呢 可能只有王健林本人知道 连他的儿子王思聪可能也不清楚 其妻子林林或许知道了 显为人知的是 在万达最黑暗的2017年 王健林给独子王思聪 以及王思聪的四个叔叔王健中 王健可 王健春 王健川 分别分红2000万 1200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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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披露的公告上看 这些年王思聪总计分红了一亿人民币 而王思聪的四个叔叔 分别累计分红达0.6亿人民币 当然 这只是账目上的分红 至于其他的财务上家族人员获利就不得而知了 势必是比上面的这些多得多吧 在中国就是这样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对于王思聪五年才分红一个小目标 王思聪四个叔叔 2.4亿分红 真的算是小意思的 不管王健林在布局什么战略 谢谢大家